好,瑞穗乡布园村堪称是乡内超高龄人口的社区聚落 也因此高龄长者的照顾服务也成为社区发展协会的首要工作了 除了行之永年的长照西据点 近年来也结合串联绿罩站、博公站以及布园老人馆的推动不合形态的社福照顾 提供各个面向的照护 同时也让社区长辈们有不同领域的接触跟学习 长辈们365天几乎都不缺席 音乐以下只见年龄家总超过千岁的老同学们 随即骑身跟着节奏舞动活力十足 接下来强调手眼协调的丢乒乓球去为竞赛老同学们也热情参加一起同乐 这里是复原长照西据点联合成果发表会的现场 我每天都有来上课 只有生病去花莲打糖果才没有来 我也希望大家有空常来的舞化馆 我们大家做的产品都很漂亮 我也很感谢 感谢那个邓业还有几个工作人员 谢谢他们 保联馆是有时候 一三还是一二四什么东西都会去上课 我们就有办法 我是最感谢的就是说我们去大家都很开心 都是讲玩得很好啊 做的事情做起来都很漂亮 每一个老人家都很会做哦 我们那个老人馆的很厉害 男生都很会做手工艺啦 什么都会 希望大家有空到老人馆那边去 探摩聊聊天 部员社区发展协会也特别结合 串联绿造站 波工站以及老人馆等照护服务 共聚一堂 情谊交流 也有摩采颁奖活动 现场气氛热烈 本期是香香哦 谢谢 来来来来来 你好 老师你好 来这边玩哦 有老师教的 真开心之劳 要啦 大家都要来学习 哦 这边做那个东东西 真是很好 很美丽 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看到大家 都那么照顾妈妈 就觉得很开心 大家都过得很快乐 这段期间 也谢谢大家给妈妈的 依照顾 请关注 谢谢 由于复原村堪称是瑞瑟乡内 人口超高龄的社区聚落 也因此高龄长者的照顾服务 也就成了社区发展协会 推动社福工作的重要项目之一 除了新之有年的长照西据点 近几年来也结合串联 绿造站 波工站 以及复原老人馆 将照顾服务的触角 拓展到复原三村各聚落各族群 理事长周玉梅表示 提供各个面向的照顾 同时也让长辈们 有不同领域的学习 复原社区发展协会 从民国96年开始 推动社区社福照顾 随着人口的高龄化 也从关怀站的设置 到转型成为长照西据点之外 对于多元族群的复原村来说 社区也推办绿造建制波工站 来提升社区长辈们 农产绿饮食 族群文化的生活体验 让长辈们的晚年生活 精彩又丰富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词